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人生下半场的一个精彩的题目 我们有讲过关于运动 有讲过关于眼睛的健康 今天就是我们说吃得开心又健康 希望可以给长者或者大家都有一个小小的提示 或者许识 这就是你的高度、失踪和体重 体重是150磅 20至21时间 其实来讲正常的体重指标 就应该是8.5至22.9 腰肤女士应该不可以超过80 健康来讲就包括生理和心理方面 生理方面来讲 当然就是在食方面可以摄取有足够的营养 令到他们可以维持生理上的健康 和情绪上的开心 营养方面包括所谓的补福 蛋白质、蔬果、抗物质维他命、纤维牛等 都需要均衡 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蜜皮、豆腐、高纤维等 多一些蔬菜、生果等 除了吃得健康之外 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也要做运动 其实人们是一个化学或生理的种植 如果你不做运动时 其实我们的机能其实会发生退化 如果我们可以做运动的 增强肌肉的能力 其实我们身体功能各方面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都会有的 这一种老人家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好啊啊啊 学到很多东西 很多健康东西